而红杰清明假期连续第一天 海洋公园就推出了全台湾唯一的城堡魔法主题区 有全新的海洋主题音乐剧 有新口味的魔法套餐 还有乐园里头会有便装艺人不定时出现在城堡区和游客互动 水晶商店里头更有最受小朋友欢迎的系列主题商品 五天的春假不妨前往海洋公园来一趟亲子欢乐之旅 成立20周年的花莲远雄海洋公园 今年春天再推出新版的城堡魔法主题区 搭配五天的儿童节和清明节连续假期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潮到访花莲 这一次其实配合整个儿童的廉价 我们希望提供给台湾的小朋友可以有另外一个儿童的享受 所以我们这一次除了结合全新的一个魔法城堡的亮相之外 我们还跟日本的一个玩笑小水踏的IP做系列的合作 让来的小朋友除了可以享受到优惠之外 还可以享受到非常有趣的不同的一个儿童节 这一次在第一次改装完成的其实是我们的水晶城堡区 那目前来说它也是台湾第一个用园中园概念的方式 所设立的一个园区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面上你可以享受到吃喝玩乐 四个面向不同的东西 吃你可以享受到台湾唯一的一个零酒精的啤酒 玩你可以在这边享受到非常有趣的游乐设施 吃你可以吃到我们全新的餐点 乐你是可以享受到水晶城堡的一个音乐剧 还有我们水晶商店 新版的水晶城堡魔法主题区 除了可以观赏全台湾唯一的海洋主题音乐剧 奇妙海洋庆典 在剧场之外还可以到城堡的酒馆内 享受专属的限定美食 配上新品的饮料奶盖海泥根零酒精啤酒 户外还有不定时的街头表演 仿佛是处在中古世纪场景当中 而旁边的魔幻水晶商店里头 更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主题商品 让游客到访还可以带回奇妙海洋庆典的相关产品 作为追趟旅程的最佳纪念 4月1号到4月5号儿童连续假期 华联海洋公园还推出了多项限时优惠 向全家出游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来趟欢乐的魔法海洋之旅 借旅会收封箱报道